全民一起來作戲 來下去超市也戴著這個帽子 市區其實真的有比平時少了些人 可以順便給大家看看 疫情嚴重的時候 後基隆市的超市是什麼樣 公仔面這一區真是素光 後面就是罐頭 有一些假被人清空了 反而造成群聚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危險 大家好,我是凱晴 最近台灣的疫情真的很嚴峻 好像大約一個星期之前 有些本土的個案開始浮出來 這三天正是大爆發 前天有180個本土的案例 昨天有206個 我剛剛沒有看記者 會有333個本土的案例 是這一年半疫情以來最嚴重的日子 這幾天收到很多朋友和家人的關心 問我疫情關係 我的生活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我在台灣除了去旅行 還有出旅行之外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家做事 或者是做雜旅 所以疫情的關係 很多旅行和旅行都取消或者延期 基本上我這一個星期都留在家居多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還有我之後的旅行都開始慢慢討論 隨時或者延期 台灣人普遍都很自律 好像這幾天疫情爆發之後 大家都感到很嚴重 所以有些不出門口就不會出門口 都會在群組互相分享一些消息 大家會看到台北最旺的地區 在節運或者在街上 都幾乎是空無一人 所以大家都很有感到的 希望每個人做多一點 這個疫情就可以快點過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以不出門口就不會出門口 如果逼不得意 真的要出門口的話 就一定要戴好你的口罩 如果有些人有護目鏡 就戴好會安全一點 不回到家之後 就要立刻脫口罩 以及扔掉口罩 即使你只出了一分鐘也好 你回到家也要扔掉口罩 因為你不知道 你出去的時候會遇到什麼人 除了脫口罩 扔口罩之外 就要脫下你身上所有的衣物 就要勤洗手 很重要 而且立刻去洗澡 這些東西一定要做到足 尤其是最近這麼嚴峻 至於防疫物資方面 即是口罩 消毒濕紙巾 消毒酒精 我覺得很幸運 就是我一年前 已經做很小的準備 已經買好在家 其實這一年來 我都還沒用完這些東西 但是食糧方面 我一個星期前買的 先吃 例如是菜、肉、雞蛋、水果等 都快被我清光了 不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一會兒也要下去買菜 可以順便給大家看看 這幾天 疫情嚴重的時候 基隆市的超市是什麼樣子 如果真的太多人的話 我就立刻掉頭走 就不再進去了 國帆下班回來了 所以他可以載我去買菜 哈囉國帆 嗨 我覺得開車去買菜比較安全 因為騎車你不知道 周周的人有沒有人戴口罩 但是我相信台灣人都蠻有自覺的 我剛剛下班的時候 發現全部的人都在戴口罩 而且市區的人也變得很少 非常好 我覺得台灣人要加油 他說我打算戴一下去超市 也戴著這個帽子 全方位的保護我自己 先把我頭跑 好熱喔 這是超級熱的 我這樣子 欺負我 怎麼了 你欺負我 為什麼 你是有放一堆口罩愛滋嗎 有啊 在那邊 沒有啊 我跟他要拍影片 所以我把什麼消毒東西都拿出來了 現在社區都會有這個消毒 欸 看一下 其實現在已經算基隆的下班時間了 你看現在已經快五點了 其實街道上真的是沒什麼人了 現在 防疫就是這樣 全民一起來作型 來當這個政府的後盾 有沒有 我覺得真的是能不出門就不要出門 要不是我的冰箱快清空了 我也不會出去買東西了 我們看到市區 其實真的有比平時少了一些人 但是因為現在是下班的時段 所以其實大家生活都是要過 大家都是要上班上學這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大家普遍戴口罩的人會多了 因為之前真的 疫情還是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些人不戴口罩 但是剛剛看到 都沒有什麼人不戴口罩 所以大家的防疫意識 都 都還是OK的 近全年都要撒這個QR-Code 自己戴酒精消毒一下 這個很多人會摸 所以自己消毒一下 對 要買這個嗎 好啊 檸檬 檸檬 做檸檬水 對檸檬水 你想要自己一口嗎 好 公仔麵這一區就是素貨 後面就是罐頭 其實都有一些假被人清空了 但是其實都還有一些存貨在這裡 其實我現在在超市那裡走了一圈 基本上 那些人搶的都是可以放的物資 例如罐頭類又或者是麵食類 就比較鮮食一些肉 菜 水果這些 就還有很多很多存貨在這裡 其實現在的物資 聽說市政府是說沒有很缺 但是我發現大家都一窩瘋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大家全部下來搶 搶這些食材泡麵 造成群聚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危險 現在是避開的人群的時候 趕快來買一些我們需要的東西 就趕快回去 畢竟Seven全聯到處多用 好啦 那現在我們已經回家沖洗澡 還有準備好我們的晚餐 泡菜炒飯 還有沙律 其實這一陣子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煮 就盡量在家裡煮 盡量都不要叫外賣 你不會知道可能 Wooberlees 或者Foot Panda 那個人 會不會接觸過那些什麼人 又或者是煮食給你的廚師 會不會沒有大口罩之類 那今天這個VLOG短短的 主要呢 是 我跟你們說 我們沒有專業知識 可以幫忙大家防疫 但是我們自己待在家裡 就是很棒的防疫 好嗎 追去吧 對啊 那這條片都差不多了 那一陣子我就打算剪片了 剪現在拍的這條片 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這條片 是我昨天拍的 對 好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